且不说阿儒费了多大力气 终于带着白日来过的那个大夫进门 半个府都被惊动了 只不过此时的阿豪根本顾不得理会这些 拽着那大夫飞奔进秋童院 老大夫正睡得香 被打扰一脸没好气 进了屋子 见齐悦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面色不安 嘴里反复的念叨着 什么没有腹部超声波什么的怪话 更是没好气 怎么了怎么了 他拉着脸说道 大夫你你快瞧瞧 这是不是是不是那脏出血 齐悦见到他立刻扑过来喊道 吓了那老头一跳 什么那脏出血 老大夫哼了声 摔着袖子躲开这个奇怪的女人几步 嘟嘟囊囊的走向依旧卷缩在床上的阿豪跟前 不过是挨了顿板子 就折腾成这样 没见过这样的丫头 真是金贵的跟个前金小姐一般 他嘟嘟囊囊的坐下来 伸手搭脉 呼的脸色变了 看到这大夫顺时变了脸色 齐悦的心终于彻底沉下去了 嗯 伤及内脏不治之症 准备后事吧 老大夫摇头说道 松开手站起来 屋子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人除了齐悦以外都蒸蒸看着那老大夫 阿豪也不痛呼了 看着那大夫演一番晕过去了 齐悦苦笑一下 这里的大夫还都是这个直率的毛病啊 就在阿豪晕过去后 阿豪娘也熬的叫了一声 软在地上 怎么会 阿儒颤声喊道 已经不能自制 身子抖得晒坑一般 大夫 你能诊出具体是哪个脏器 壁合向损伤出血吗 齐悦一把蜡烛要走的老大夫 急忙忙的问道 壁合 壁合姓什么 老大夫瞪着眼不解 就是具体损伤的是哪个脏器 齐悦问道 有必要吗 老大夫看了他一眼 不管哪个都是个死 你 齐悦看着他皱眉 怎么就非得是个死 后腑修复就是了 他的话没说完 那老大夫就甩开他的手 老夫给你指条路 他说道 一面伸手往外指了指 齐悦大喜 院子里烧香跪着 求求神医化妥 看他老人家能否显良 老大夫接着说道 你妹的 齐悦被浇了一头冷水 你还是不是大夫 有你这样的吗 他喊道 我不是大夫 神医边缺也不是大夫 见了齐桓公不治而走 神不是个大夫 那老大夫哼了声 慢悠悠的扔下一句 背起药箱就走了 齐悦背着老头的话 气得差点晕过去 谁说古代人淳朴啊 这活生生的是要把人气死不偿命啊 屋子里阿好娘和阿如的哭声越来越大 在这黑夜听来格外的渗 伴着这半夜吐起的哭声 有灯笼向这边过来 是职业的婆子们过来了 在门外啪啪的拍门 人要是不行了趁点抬出去 可不能在这里断气 一个婆子的声音在外响起 赵婆子 你也是老人了 这个规矩还是懂的吧 屋子里的阿好娘伸手捂住嘴 将哭声死死的堵住 滚 滚 滚 齐悦几步冲出屋子 站在廊下大声喊道 赵谁死呢 大半夜 是不是也想尝尝家法 门外一阵沉默 然后便是一声冷笑 哼 妈妈不用打理他 既然这么着 是老奴多事了 少夫人随意吧 就是 让他们随意去吧 那婆子淡淡说道 职业的婆子们转身离去了 齐悦站在院子里 抑制不住的浑身发抖 她回过头 屋子里传出阿好娘压抑的 撕心裂肺的哭声 少夫人 阿如跌跌撞撞的从屋子里出来 再去请大夫 请最好的大夫 齐悦看着她说道 不是说古代的外科也是很发达的 外科手术也是存在的 一定能找到 可以治这种伤的大夫 阿如泪流满面 普通从她跪下 求求你 求求你 救救阿好 她咚咚叩头说道 不管你是什么人 求求你救了阿好 阿如愿意拿命笔 启愿意 启愿被她说得争主了 你 她苦笑一下 求求你 求求你 不管你是人还是鬼 你是东广大 救救阿好 阿如愿意把命给你 求求求你 求求你 阿如只是连连叩头哭道 我 齐悦看着她苦笑 就知道人家不是傻子 是不是自己的主子 还能看不出来 不是我不救 而是 而是我就不得 我什么都没有 除了这一双手 什么都没有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阿如死也给你找来 阿如抬起头 跪行几步 一脸期盼地说道 齐悦看着她摇摇头 我要的 你找不来 她说道 阿如泪如泉涌 浮在地上一头撞地 额头上已经是血迹斑斑 嘴里只是慢慢反复地 求求你求求你 齐悦咬住下唇 心中焦急万分 她不由抬头 看妻子的影响 没有丝毫 现代文明造就的 光污染的夜空 爸 为什么我要去乡下 这里什么都没有 咱们医院淘汰的器械 他们竟然还在运呢 丫头 你不觉得 咱们用的器械太好了 爸 医疗器械好 难道不是好事 这可以最快 最准确的确诊病情 减少病人的痛苦 爸 你不会要和我争论 科技进步是好还是坏吧 哈哈 丫头 你有没有想过 离开了这些先进的器械 你会怎么治病救人 爸 你开什么玩笑 你这纯粹是骨脚蛮缠啊 爸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齐悦看着夜空慢慢说道 她转过身 看阿如还在不停的叩头 阿如 你起来 齐悦上前扶起她 阿如看着她 神志已经有些涣散 我来试试 但是我不能保证能救火她 齐悦一咬牙说道 阿如的眼顿时亮起来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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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再次叩头 我一个人坐不来 我需要你们帮忙 齐悦扶住她 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要做的事有很多 你要阿如做什么 阿如就做什么 阿如流泪点头说道 好 齐悦拍拍她 起来 我们进屋 屋子里 心神剧烈的阿豪娘 在听了齐悦的话后 更是面色惊惧 你 你说什么 她结结巴巴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要割开阿豪的肚子 阿豪也醒过来 只是似乎处于无意识中 嘴里机械性地伸吟着 阿如清理呕吐物 齐悦打开医药箱 长针 缝合针 持针器 手术刀 脂血钳 太好了 动脉脂血钳 缝合线 麻醉药 普罗卡因 维护秀安 密作安定 禀伯分 太好了 太好了 还好都有 还好都有 她一面将气血逐一摆出来 一面满脸欣喜地说道 听见阿豪娘的问话并扭头 阿豪师傅不必和性损伤 也就是方塞纳大夫说的内脏破裂出血了 血积在肚子里 如果不尽快放血缝和伤口就没命了 可是 可是把人的肚子打开 还能活吗 阿豪娘哭的 扑通就跪下叩头 少夫人 您看在阿豪 跟您这么多年的份上 给她留个全身吧 齐悦哭笑不得 这边阿如盲蝉服 劝慰阿豪娘 齐悦手停了下 没说话 拿起针筒 我先给阿豪做个腹部穿刺 如果抽出血来 那就证明 就是我说的情况 她说道 穿 穿刺 阿豪娘已经完全听不懂了 齐悦伸手摸着阿豪的肚子 呼吸急促 额头上冒出汗来 反复确认脾脏有没有肿大 没有B超 CT 超声波噪影等等 她不能确诊是哪个内脏创伤 腹部穿刺虽然简单 但也是具有风险性的 当体内脾脏主大时 很容易刺上去 治病便立刻成了要命 她就亲眼见过一例 少夫人 阿豪看着她 紧张地唤了声 齐悦收回神 用手 手 没得检查设备 我有手 我有经验 去感觉 去感觉 她慢慢说道 慢慢的 在阿豪的腹部探摩 终于停了下 没事 没有皮肿弹 就是这里 口中说着 手下俐落的消毒点麻醉 伴着阿豪娘的尖叫 齐悦将针筒刺了进去 灯 齐悦喊道 阿豪浑身颤抖着 叼灯举过来 伴着阿豪的身影 那奇怪的针筒里出现鲜红的血 血 阿豪再忍不住喊出来 有血 有血 果然 果然 果然是内脏破裂 齐悦松了口气 没想到 这完全依靠人 不靠气血的状况下 一个小小的穿刺 就让她浑身僵硬了 她忍不住伸手抓头 唉 但是到底是肝腎一味肠三处损伤 还是多处损伤 就只有开服探查了 阿豪把我放开找出来的白衣服 一个剪开一个四四方方的口子 剩下的全都堵了 剪成小块 重做纱布 另外把那天的酒拿过来 还有 剩个炭火 她一一吩咐的 阿如努力的记着 不停的点头 大婶 你去找灯 把所有能点的灯都点过来 她转过头对阿好的娘说道 阿好的娘神情惊惧 已经说不出话来 您 您 真的是从眼望店回来的 的 鬼 鬼仙儿吗 她瞪大眼 结结巴巴 捂着胸口问道 喜悦看着她恶然 哭笑不得 大婶 请快些 她没法回答 只是说道 阿好的娘 嗨嗨两声 带着几分慌乱 转身奔出去了 半瓶酒用纱布泡上了 半瓶酒烧热 撒在床边 阿豪已经被瓶放在床上 您要的热眼水 阿如端的一盆水进来 再要一些用盐 还有糖配成的水 比例就是一升水 加两勺盐十勺糖 装到这个酒瓶里待用 齐悦将麻醉药吸入针筒 一面说道 是 阿如点头说道 拿着那个酒瓶转身出去了 阿好的娘一直站在一旁 秋童院里所有的灯都找过来了 全部悬挂以及摆放在床边 小 小夫人 我 我是不是要死了 阿豪看着齐悦 虚弱的说道 不会 阿豪 你别怕 你的肚子里破了洞 我给你打拿药 你睡一觉 我就把它缝好了 就没事了 齐悦笑道 她的头脸都照起来 只露出两只眼睛 眼睛里的笑意落在阿豪眼里 她也露出虚弱的笑 嗯 好 小夫人 谢谢你 她说道 这话让齐悦的眼泪 差点又涌出来 不用谢 来 我给你打麻药 有点疼哦 阿豪勇敢些 不怕 嗯 阿豪 不怕 阿豪 慢慢说道 这 这是 这是做什么 阿豪的娘 看着那奇怪的工具 刺入女儿的胳膊 只觉得大腿转筋 颤声问道 齐悦打完针 看向她 大婶 一会儿手术 还请李箱出去 她说道 为 为什么 阿豪的娘 一脸惊恐地问道 我 我 一是因为消毒不好 本身这里就不干净 所以少一个人 就少一份感染 再说 你会害怕的 齐悦看着她 认真说道 我不怕 我不怕的 求求你 让我看着 看着她 天死的时候 信任不在身边 不吐上一口气 是走不到 黄泉路 要成为 骨魂野鬼的 说到底 还是不信任自己 喜悦苦笑一下 别说人家不信任了 就连她自己 都不信自己 开辅是开辅 开辅之后呢 损伤到底哪种程度 她都不知道 是切除还是修补 之后呢 能不能熬过感染关 她重重地吐了口气 好 那你在这里 去我屋子里 找一件干净的衣裳穿上 再像我这样 蒙住头嘴 齐悦说道 还有 待会儿 不管你看到什么 都不能干扰我 阿好娘慌乱地点头 擦着眼泪就出去了 没有煎壶仪 没有助手 没有麻醉师 什么都没有 齐悦站在床前 看着被白布里衣 剪成的铺单下 已经麻醉好的阿好 在她身旁 是同样用布 包住头脸的阿如 和阿好的娘 露出的眼睛里 满身惶恐惊惧 那么 我们开始吧 齐悦深吸一口气说道 似乎在对阿如和阿好娘说 也是在给自己说 说出这句话 她似乎又回到自己 现代的医院手术室里 周围是精密的仪器 以及分工明确的助手护士 大家齐声应声开始吧 手术刀划过抚膜 写渗出来 阿如和阿好娘同时发出惊呼 齐悦充耳未闻 她的动作稳健 娴熟流畅 虽然因为缺少助手牵拉 而有些忙乱 伴着切口的越来越大 阿好娘的尖叫声 变声嘶哑的哭声 她整个人卷缩在一起 不能自制 但是最后扑通一声 晕倒在床前 阿如也好不到哪里去 整个人都吓得抖得筛糠一般 灯光下 看着那打开的肚子 以及不断用湛血的纱布 被堆在盆里 血腥气直扑鼻息 阿如只觉得心跳都停止了 她已经喊不出来了 只是呆呆地看着齐悦 看她的手在阿好的肚子里摸来摸去 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肝没问题 食管没问题 皮 过来是皮 然后看到齐悦将身子矮下 抓着一个奇怪的脏器 阿如终于撑不下去了 转身呕吐起来 齐悦对于这一切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她的脑子里完全是熟悉的手术步骤 额头上的汗不断地滴下来 她只是靠眨眼来缓解 烧红的针止血 缝合 眼水冲起 纱布吸尽 夜色很深 秋童院的灯 跟偶尔寻夜的婆子手里的灯相应摇曳 而在更远处的院路 却是灯火通明 夜深歌舞 酒燕正干 就连进进出出的丫鬟婆子 都面在春意 院子的正中 皇家御刺的胡姬正在飞快地回旋 摇碎了满院的灯影 捂乱了正堂 以及屋檐下满满的笑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